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玉石 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很爽的消息 來吧 營業中裡面的主廚姚永浩 他推出自己的超紅的紅酒燉牛肉 一包可以 他一包要250塊台幣 但我跟你講 你現在管我一包男球 是要8月之後才可以出貨 我現在其實月兒也 搞不掉 搞不掉 我現在是不是真的超像業配 請來吧 營業中 發一點那個通告費給我 打開之後呢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料理包 後面他就有告訴你料理的方式 那我們今天就決定隔水家了 我覺得很好吃耶 但是我覺得他比起紅酒燉牛肉 他吃起來是不是更加義大利麵 是紅醬的那個味道很明顯 但是我覺得他是好吃的 而且他的牛肉一大塊 我告訴你他瘦肉的部分是真的超級嫩 而且是可以抿開的那一種喔 然後他的肉的那個膠質的部分 喔 超級嫩 肥肉的比例也配得很差 然後裡面大塊的肉大概有4塊左右 所以其實也不錯 像一般外面這種 應該也是差不多這個價格 是的是 好 那我們配配看白飯 看到底是白飯搭還是麵搭 我自己個人覺得兩個都很配 但如果真的要選一個 我可能還是會選麵 因為畢竟麵可以完全吸附他那個湯汁嘛 吃起來真的很像那種 比較水潤的義大利麵的口感 他裡面除了牛肉之外 還有放一些番茄啊 還有一些蔬菜等等 都燉得非常的嫩 非常的入味 我只是說在另外自己煮麵跟煮飯 但其實像你們去外面買一個 關廟麵自己回來稍微弄一下 其實也是蠻快的 我覺得我會再回購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掰掰 希望大家會喜歡